我国两名通缉犯刘特佐和廖顺喜 已经被列入国际刑警的红色通报名单 但是因为类别不同 因此没有被列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公开通缉名单当中 我国警方表明将会继续努力将两人缉拿归案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 昨天在记者会上坦诚 虽然警方早已经通报国际刑警组织 要对刘特佐和廖顺喜发布红色通缉令 但是两人至今还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不排除监中是否有程序问题 但是他晚间发文告解释 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早在2018年6月11号 以及今年4月20号 就对刘特佐和廖顺喜发布红色通缉令 只不过国际刑警组织根据风险评估之后 将两人列入仅限各国执法部门关注的红色通缉令名单 而不是列入对外完全公开的通缉名单 尽管如此 阿克里沙尼誓言 我国警方将竭尽所能将两人绳之以法 让他们面对司法审判 刘特佐和廖顺喜因为分别涉及一马公司案 以及澳门骗局活动被我国警方通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特佐和廖顺喜